把這個轉換成文字 再用Labs切割就OK了 那怎麼樣轉呢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技巧吧 第一個就是你先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我的習慣啊 反正你先不管說裡面 因為你要取得Formate Test 那Formate Test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置頂裡面 所以以後呢 反正呢你的步驟一 先切到置頂裡面 把這一串你不管是什麼 做什麼複製就好了 你先不要知道是什麼沒關係 你先會複製吧 複製之後這個東西主要貼到哪裡 就是貼到Formate Test就好了 如果你貼到Formate Test 它就變成你現在看到的樣子了 意思就是說把表面上的 真的透過Test幫你轉換成 就是這樣 T10 9 17 這樣子 OK 所以我先把 我先把 Step 1 先格式裡面的制定 複製 按確定 先取消掉就好了 先不要 反正我們主要是取得裡面的 那個制定的 那個 Formate Test 再來的話幾年次就是 1 再來插入那個 我們的 剛剛那個Test函數 那就是把這個Test函數裡面 給它Value就是給它這個 但是它帶過來的話會有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實際上就是 那個日期格是真正裡面放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為什麼是兩萬九千多呢 意思啦 其實你們後面會提到 就是跟1900年1月1號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它是從1900年的1月1號算一 1900年1月2號算2 一直算到這一天 剛好是兩萬九千八百四十六天 OK 是這樣的意思啦 可是問題 我不要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29 因為裡面是這個嘛 那我就把剛剛複製的東西 先加兩個雙以後 把剛剛的那個制定裡面的東西貼到這邊 我不管貼什麼 反正你會發現 貼完之後的東西 它就自動變成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了 有沒有 它就真的變成文字了 所以你不管裡面什麼 反正你就貼就對了 OK 那我們暫時先不講裡面的東西 反正你先知道 我是覺得這一招很好用 以後反正你也不管 你就貼過去 它就轉了 你就再去切 保證正確啦 OK 至於這Step1按確定 它就真的變成這樣子 Step2的話 就是把公式再剪下來 再放到什麼呢 Lets裡面 做什麼呢 做那個 貼到Test裡面 這個東西 你再去切兩個字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地方就有了 OK 如果你要60年次 如果你要幾年次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資料裡面不是有個篩選 不過因為你會發現 篩選盡量上面不要有什麼 這個這個什麼 跨欄置中這些東西 所以篩選之前 可能還是要先把這 因為本來是沒有這些東西 你的工作裡面不可能有這些說明 那你要把上面刪掉之後 篩選 再把什麼呢 把那個文字裡面 你可能就是 它 對 一個range 所以你就是 把它 要不然就是包含 它是文字 包含6也不對 開始 開始 結束 include 它可以 制定篩選 開始 制定篩選也可以 然後就給它一個條件 是當它是大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多少 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那個60年次的部分篩選出來 那就是會得到你要的結果 OK 應該這個 這個我想各位先試一下這部分 那 除了這部分之外的話 我們待會兒 也會再來講就是 叫做聚集 所以後面的話 你再複製一個 然後可以把它錄製成按鈕 一鍵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就是先利用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test 反正步驟先知道怎麼做 做熟了之後再慢慢去理解 背後的原因 慢慢你會發現 工作裡面蠻多地方 都可以用test 把原來不能完成的 慢慢都可以把它 把你要的資料給取出來 畫面 kaç 好 對 聞